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国需不需要甩锅 意大利要不要甩锅 西班牙要不要甩锅 有哪一个国家不用甩锅 你说好了 只要我国家里面有死人 只要我的防疫不好 我当然赶快甩锅 是你你甩不甩 可是中国可以忍受被甩锅吗 因为那个甩锅不是说我们忍一忍就好了 甩锅下去之后 嫁祸如果一旦成功 这个事情是会写进教科书的 这个事情是会存留在老百姓的心里面 这个事情是会变成国际的舆论的共识的 然后明明不是 可是硬要说你是中国要怎么突围 我们该怎么办 当全世界的舆论 其实是被欧美载制的时候 而美国现在更要立法 让跟美国政府不同调的外国政府或外国媒体或外国人的声音一一铲除 美国要变成一言堂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台湾其实早就已经是一言堂了 台湾的媒体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支持台独了 或者是独台了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呢 是 其实也是支持的 但等着收到一点钱 就更努力的支持台独 没有人是站在台湾的立场 站在中国 中华民族的立场 来讲真话 说道理 农天水利会 各个团体 只要你有一丁点肥肉 有一丁点油水的 全部都被民进党一一拿下 今天郭敏奇打拳的是 新党副主席李胜峰 各位官方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蔡正元 之前好 大家好 这个是美国人他所尊敬的一个专家 白宫的公卫顾问佛奇 他说即使疫情开始稳定下来 新冠病毒不会从地球上消失 在我看来病毒不可避免的会回归 也肯定会在美国重新流行起来 而现在发生的事情会过去 这个是川普讲的 他当然是讲这种痞子话 哎呀 其实秋天卷土重来 我们都可以控制 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 痞子就是痞子 真的 因为美国现在还是没有任何的准备 但最重要的是说 他说美国做了全球最多的测试 他的意思是说 他起码测试了一百多万人嘛 他测 试即合啦 他说如果中国也测试 会有更多案例 最重要的他说中国如果在一开始 就在源头有效阻拦 就不会让全球一百八十四个国家 都经历地狱般的抗疫过程 而美国已经从中学到许多 包括大幅度提升病毒检测跟医疗的能量 这个你就很仔细地体会一下 他怎么样甩锅的 他有没有符合这个共和党的 这一个五十七页的备忘录 五十七页的这个脚本 完全符合 中国掩盖真相导致病毒蔓延 然后我们因为中国导致这个疫情 我们推动对中国的制裁 他开始在讲 那其他地方呢 法国费家洛周刊 用中国大谎言做封面标题 来栽账来抹黑中国 这个费家洛周刊在法国 是一个蛮重要的媒体 他竟然讲中国第一个谎言 就是欺骗中国人民 好怎么样 然后说不会人传人 然后怎么怎么样 好大陆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说 这个五十七页的备忘录 是一个好剧本 大家要好好的看一看 然后来看 全世界各个国家 霸王硬上弓 就是要中国吞下去 我就说你杀了人 你就不要回嘴 但是谭德塞是为说 全世界 世卫组织已经告诉你了 已经警告你了 而且建议你该做什么事情了 但很多国家 什么事都没有做 那有的国家做的比较好 如果有些国家做不好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不是别人的问题 好 那现在有个报导 在根据南华早报的报导 法国发现主要的新冠肺炎的病毒株 并不是来自中国大陆 好 根据基因的分析显示 法国主要的病毒株 是 不是来自中国大陆 也不是最早成为新欧洲疫情的意大利 而是之后其他的一个演化株 这个是根据什么呢 是法国的巴黎巴斯的研究院 他所研究出来的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义呢 但是不管各国还是要索赔 美国共和党籍的众议员 增加一张求偿清单 要向中国求偿2.8亿兆美元 而且要在7月31日之前付款 而川普说 美国在谈的赔偿金 会比德国要的 讲的还要大 我们还没有决定最后的金额啊 但会绝对会是一笔巨额的赔偿 那这个非常可恶的白宫贸易顾问 纳瓦罗他就说 中国是在发动生化战争 而且WHO双手沾满鲜血 但是明明他1月底的时候 就为了新冠病毒向川普示警 可是川普没有理他 所以美国的疫情 为什么不是你川普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呢 德国的话报指责 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 中国没有遵守对WHO的信息通报义务 隐匿资讯的行为 违反国际法 然后还看出来说 要向中国求偿的款项 总共是新台币五兆 可是明明12月30日武汉就已经 卫健委就已经公告有这样的事情 而开始处理 1月20号就说人传人 1月23号就已经封城 这么两三个礼拜 这么快就把一个新出来的一个传染病 定性定位 那你们还觉得不行 澳洲财政部长说 中国当局的言论荒唐 澳洲政府不会向中国的经济胁迫低头 而澳洲的参议员史托克说 各国可以向国际法庭提起诉讼 以类似纽伦堡大省的方式 让中国接受审判 纽伦堡大省是审判纳粹的 是反人类罪的 是发动战争的 你看到他们多么可恶 那澳洲是加入美国的五眼联盟的 是越来越反华 也不要忘记澳洲一向过去有白俄的传统 他歧视黄种人歧视有色人种 而澳洲也是王立强配合美国 演出王立强这个案子 委员是非常非常熟悉 然后澳洲做了这么多事情 澳洲派驻在北京的记者 当他每次参加外交部记者会的时候 他都占据很多时间 一直提问题 一直提问题 然后一直要羞辱 一直要骂 一直要讲 可是呢 回去一个字都不写 耿爽或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 讲的任何事情 回答任何事情 他一个字都不写 最终耿爽终于受不了 来看耿爽怎么回答 昨天咱俩确实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的交流 也不知道交流之后 你对咱们的交流情况做了多少报道 我能问一句吗 咱们交流加在几个小二十分钟 你在你的报道中 对交流情况做了多少报道 我觉得外界不管美国澳洲其他国家里面 有这些极端分子要甩锅给中国 要趁机会出名 要从中德捞到好处 这是一个正常的 因为白人本来就是这个德行 白人本来就是一个道德很低下 白人本来就是一个很肮脏 靠侵略全世界捞取资源 成长起来的国家 哪一个不是你告诉我 白人是这种种族 都是这个东西啊 殖民时期 都是这样 帝国主义 杀入全台世界多少人 黑人 对 中南美洲 所以我曾经讲过 澳洲是罪犯的后代 英国人把大量的犯罪者 送到澳洲去 以减轻英国监狱里面的负担 所以澳洲里面 他后来跟我讲 没有啦我们大概只有25% 他也承认了嘛 所以面对这样的局面 我就要问说 那中国的反应 会不会太软弱了一点 第一个川普这样讲 我公开讲过嘛 川普的祖父是干什么 经营妓院起家的啊 妓院 是啊妓院特种行业啊 就是QK的啊 第二个川普干什么 开赌场起家的啊 这有什么好光宗耀族啊 大事养者 对啊 这种人在鲁家文化社会里面 是不可能当政治领袖的啊 绝无可能 不管是在韩国 在日本啊 在越南 在中国 新加坡 不可能 但是美国会出现 美国是个渣宅的社会嘛 一个垃圾的国家嘛 可是我想 他从来没有打过仗 没有经过战乱啊 他只有欺负过印第安人啊 他打过一次自己打自己眼内仗啊 所以他美国资源丰富 他自然地成长上来的嘛 所以没什么了不得啊 任何一个国家有这种优势啊 都不会这么 都给整党人上来 对 欧洲打过大战嘛 中国打过多少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都在外国 而且中国从清朝 末年以来 所以美国也没什么好 了不起的 美国是到处去劫掠别国 八国联军美国都参加了 那好啦 回过头来 关键什么地方 那川普讲那种奇奇怪怪的话 我倒是没有听过中国的官方 有任何很强烈的回应 没有啊 你觉得大陆的官方 应该要很强烈的回应 要是我是大陆发言人中 对 川普你讲的话跟垃圾话 你根本要回去跟你们的 华盛顿这个祖先抠头 到处的讲谎话 你从头到的讲谎话 你是屁是美国总统 由始来美国历史上最烂的总统 大陆官方敢不敢讲 不敢啊 还是很斯文啊 好的第一个 他们有反应 但你觉得太适合了 都很客气不管哪里很客气 民间啊大陆民间啊 什么工资啊作家啊 通通是精美分子 都是一堆垃圾 我敢讲 大陆上有哪个媒体很强烈 回应美国的啊 没有啊 没有啊 那你难怪美国会嚣张嘛 美国共和党会嚣张嘛 也许说你不想去介入美国 可是问题全世界的舆论 是美国来带动的 包括澳洲 澳洲 澳洲是什么 是赚中国的钱 可是问题什么呀 是他的周围的机构 就是美国军火商 跟美国总统 你收买好的啊 包括Edge 通通都是 已经公开过了啊 美国军火商拿钱 在澳洲成立很多反华机构嘛 反华的什么研究院啊 研究中心啊 制库啊 包括那个什么周安南 那个来台湾学过中文的 中文名字 周安南的 导演了王立强案的那个 都是都是都是 都是这些军火商培养 那为什么美国军火商 因为美国军火商 有他的利益在 他如果没有鼓动大家反中国 我怎么会大家买武器咧 那没有我怎么把钱好赚了嘛 美国的军火商必须到处去撒钱 养很多人 养学者养工资养文人 养香港那些都要啊 对然后养媒体 然后来鼓动反中的情绪 而且啊还是用一种所谓的 美国护照啦 美国长期居留啦 在培养大陆上一堆人 我讲白了嘛 大陆上不是很多高级媒体的 你行为性高吧 他公开讲 我有美国的长期居留权啊 你看那你怪谁啊 大陆第一个对美国软弱 我是不晓得是不是战略上 是要这样做啦 可是你难过美国猖狂啊 那大陆上很多的媒体人 哪一个不是这样子啊 都很骄傲啊 哎呀我有家人在美国啊 我有长期居留 这个在如果说你在某些国家里面 可能就很难过 还能够在大陆上的媒体间混嘛 那你怪谁 对不起啊 就这一点我是很批评大陆的 你自己腰杆子撑不直啊 各国的一般的垃圾的 这些东西讲了就算了 可是我问你啊 张经义在白宫只不过讲这样子 你都不准他去美国做事啊 张经义其实他的问题很好 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很单纯啊 很单纯啊 有没有挑战川普 没有啊 没有 连凤凰卫视有没有挑战川普 也没有啊 你在美国这大巴掌都打来了 那为什么中国要这么软弱 你给我个理由吧 我想不出来嘛 美国是说要修改法律 以后不准那个凤凰卫视 可以在美国继续存在 然后呢 张经义只是因为他代表的东方卫视 他是好像就不准他了 那你澳洲人的报纸在北京这么嚣张 你有没有驱逐他 你有没有禁止他 没有啊 你还算你客客气气啊 我已经跟你对话了20分钟 你怎么都没报 哎呦好亲切 我都听都听不下去了 所以大陆说你真的要崛起 你腰杆子要挺得直 你表现的要不卑不亢 你不能太软弱 然后川普整天烂话一堆 你有没有狠狠地酸他几句 没有啊 还是很客气啊 好 来 川普的说话也好 美国的媒体也好 这么多一而再再而三的造谣 然后要中国背这个锅 说会不会说是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增生杀人 增生没有杀人 可是呢外面就来告诉增生的妈妈说你儿子杀人 一个来讲不相信 两个来讲不相信 第三个来讲妈妈就开始动摇了 老百姓也是这样 我们在台湾我们这么长年在观察就知道 你可以观察到那个洗脑的过程 中国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才能够有中国的利益 是 我想我用比较的角度来跟各位谈一下 这件事情倒蛮好玩 以下有几个比较是很有意思 第一个就以欧洲跟美国现在对新冠状肺炎现在蔓延下来的结果 立场态度有什么不一样 美国现在看得出来是甩锅 甩到底 那可以看到在欧洲 欧洲的立场 我们来看到政府的立场便没有跟着美国一起走 欧洲基本上立场说先把疫情处理好 疫情处理好以后再来说 所以我想这是不一样的 但是梅克尔 比如说像最理性的梅克尔 他也有说中国要对疫情要公开 要透明 那先不提 不是 我们先不要去太在细节上 见数 那不见零 我们从零的角度来看 基本上是有这样的差别 好 再来再做第二个比较 你是看很好玩 就是领袖人路的比较也很好 跟疫情是成环比 很有意思 现在最喜欢上电视讲话的是谁 就是灾情最混乱的川普 每天就是这样子 灾情越混乱讲话越多 你会发现在欧洲欧美里面 大概所有的领袖讲话最早的叫谁 叫梅克尔 为什么 因为他处理得很好 他不是要天天去那里 啊啦哇啦哇啦 然后呢中国大陆现在疫情基本上已经结束 在互工生产 所以你有没有听到习近平啊 李克强啊出来哇啦哇啦 没有中国就三个外交部三个人有没有 天天在下市对上市对那个谁 那个那个那个 那川普耶 要说川普我也去撞墙耶 我是美利坚共和国的大总统耶 那我每天面对的是谁 是中国外交部的三个发言人耶 你觉得高下立判 社会上不是大家都是笨蛋 人家全世界难道看不懂吗 好 再来看 回到美国再来比较 美国现在所有的政客哇啦哇啦哇啦讲个不停的 通通都是谁 通通共和党啊 民主党有吗 民主党没有跟着走下去耶 纽约州长古墨呢 他是民主党的 他的民调反而是比较高的 就是民党没有跟着走进来嘛 没有跟着共和党去跳舞嘛 为什么很清楚 因为你是要嫌疾嘛 你不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的国务卿 那浩尔布鲁克他讲得很难听啊 他对川普政府怎么讲 他说你明星是这样讲 那中国大陆 中国要是把疫苗最先做出来 那我们美国用不用啊 中国把疫苗做出来 美国用不用啊 这个不是中国人说的啊 这是浩尔布鲁克说的啊 好 培洛西七问啊 七大罪啊 这个川普的七大罪啊 以培洛西的身份公开讲这个 台湾好像是不见了 这个声音是不见了啊 因为台湾也是显摺性在这时候 也就是说共和党跟民党不一样 当共和党民党在这个立场不一样的时候 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 这是在干什么 选举 在选举嘛 所以共和党又出了 那个57页的备忘路有没有 那更是清楚嘛 你们在搞什么 搞选举 所以现在又再来看一个比较 政客 政客还分边 执政跟在野 你看意大利也一样啊 意大利的执政党 有没有说什么话 没有啊 因为欧盟没有帮他的时候 是谁出手的 是中国大陆出手的 所以 那在野党呢 在野党就哗啦哗啦叫啊 为什么叫 因为准备把执政党给干掉啊 因为他也要选举 因为他要选举啊 所以整个西方社会 是把中国拿来 大家拿审票 当提款机的自己而已啊 借人头 借中国人头一用 所以 再比较一下 再比较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 所有的科学机构 人家讲的是科学的话 你告诉我 现在有名有姓的科学机构 有谁说 中国要负责任的 好 法国 来看啊 那个 那个巴斯德研究所 那是很有名的 全世界最有名 世界也是最早的一个 细境病毒方面的研究所 他是怎么说的 人家的立场是很努力 留意到 全世界最有名的外科 手术的这个刊物 人家是怎么说的 非常工准的说 中国道路 WHOA 已经很尽责的 把这个声 做一个宣告 我们现在应该的 这个病毒 还有A型 B型 C型 D型 还有什么样的传的路径 非常客观 因为科学家 不能讲谎话 英国的剑桥大学做的研究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就是科学 可是媒体呢 你以为媒体什么了不起啊 在台湾的媒体 你以为他什么了不起啊 我非常了解 对 挂个媒体你就吹牛 媒体后面就是财团 不是 你挂个媒体吹牛啥嘛 搞不好后面就是政党利益嘛 好不好就是为了消路嘛 为了投板嘛 可是最公正的科学立场是怎么说的 这个比较重要 对 不信科学家 不信苍生啊 信鬼神 你不信这些科学家的讲法 是信那些啊 政客的吹牛 是信那些 这个什么的吹牛 这个媒体 你把它比较一下 你可以看出很多的答案出来嘛 再来看 处理事情 刚才我讲 同样的疫情公布给全世界 超前部署的德国 人家的问题 是不是降低了很多 超前部署 还有一样出了问题呢 两个国家 一个是中国大陆啊 他用了最严肃的 最严格的方法 应助进制 应收进收 他动员了全国的所有的力量资源 牺牲了自己的经济的成长 他问题解决了 他今天在复工啊 很多人讲 哎呀他们是假的 那复工也是假的啊 而且大陆两会要在五月底要举行 这不可能假啊 那你们拿到的 医疗物资是假的啊 是机器人生产的啊 所以这个呢 是证明 疫情是可以解决的 还有一个国家就是韩国 韩国疫情 也是大爆发了 对 人家怎么解决 就新天地教会的那个20万人 普遍 普遍 然后呢 这个哪里这个大邱 这个前面 普遍 他把他给控制 所以 超前部署 不会有 可以度过这个危机 第二个 国家做对了 治理能力做对了 可以解决这个危机 只有一群政客脑筋灌水的 像川普这么胡说八道的 他当时15病例的时候 他怎么讲 网络都可以找得到啊 不用太担心 因为今天网络的世界最大的特点是 反说过的必流流加安静 15病例的时候他怎么讲 15病例再过几天就会变成零了 不会有事的 那个人叫谁 叫川普 今天说甩钩的也是川普 这个人半裂他没有发神经病 我是觉得很奇怪的 所以 你只要把这个拿来比较 这个比这个比 刚才我讲那几个比较 你把它比一比 你就可以知道 在干啥 我想 不是我李生鸿 比较有动足先机 我看得出来的事 应该大家 也都能够看得出来 所以我帮大家 稍微整理一下 比较一下 答案就很清楚 倒是各位要注意 在政治的操弄之下 这场疫情结束之后 人类会有很大的转变 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其中一个代价 恐怕是政客操弄下去 要回头很困难 那个叫做种族歧视 对 这一个因为政治操弄 为了闪掉 无所不用其极 这一个是一个未来我们要互相 不过 也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也给中国人自己相当一个清楚 要自己走得出去 不是看谁 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 把自己治理的成为一个 出去外面看了以后 还是愿意回来的 就像现在大陆了 90年后 202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 现在去看到的世界 看到了美国 一点都不会羡慕 因为才发现 美国的基础建设这么烂 好弱喔 那才发现 什么国家这么弱 原来发现 在这里什么生活 这么不方便 连家国外卖都找不到人 都会发现很不方便 等等等等 就是每一个年代出去的人 是不一样的 因为中国自己的状况不一样 对 因为它不断的在成长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中国大陆每年 有1亿6千万 5千万人次吃国 99.999%是回来的 现在美国呢 现在出国出去回来的人 也就是去游血 留血回来的人 现在回来的比出去的人是多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一个 对自己国家的成长开始有信心 就如同30年前你到美国 30年前我们去美国 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哇塞 国家的建设应该要像这个样子 30年后的今天去美国 为什么讲 哇塞 国家的建设怎么是这个样子 这是唯一的感慨 没有 我的感觉是 国家的建设 千万不要像美国这个样子 更进一步了 美国没有高铁啊 美国你看到这一次的疫情 你看到是美国对于人命的不重视 就是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如果是中下阶级的人 你不用很穷 你只要是中产阶级以下的人 在这一次你几乎是没有生路的 很多护士 他在没有装备的情况下 在纽约的护士 他仍然要去上班 他不敢请假 因为他如果不上班 他家里就没有面包吃了 所以没有N95口罩 没有防护衣 他还是要去 然后有钱的人是可以在家里 是可以在离岛 可以在游艇上面 非常舒服愉快的过了 当有钱的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他可以在第一时间拿到试验剂 他可以得到最好的医疗 但是中下阶层的美国人 他连要去做检验 他都没有机会 做了检验以后 在很多地方很多城市 不只是纽约 医院的医生是告诉你 如果你不是很严重的 是叫你在家里自己隔离 要自己好 没有人会照顾你 没有人会给你希望 所以美国就是一个 现在想要美国 你会觉得说 治理国家千万不要这样 但是 美国 对中国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看一个美国军人 这个美国军人 他的致辞 他讲的 他的威吓 当然作为一个美国军人 他这样讲 没有错 重点是 他列了几个国家 他警告这几个国家 你敢跟美国作战 我会让你死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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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 只是一个 一个长系列的 遏止中国崛起的其中的一个波浪而已 许许多多方方面面 在这个疫情这么深重的情况下 对华为的打击是加大了力度 其他的东西在南海的军力的演习 所有东西都是继续的 那台湾内部呢 民进党是不是已经在台湾已经一统天下了 所以你看4月27日内政部陆续依据政党法的规定 他办理203个政党废止备案 42个政治团体废止立案 就这么多长期以来 我们都说台湾有自由阻挡的自由 有怎么样成立各种团体的自由 他现在没有了 看这个人是武之章 他是蓝天行动联盟的主席 那他说去年底内政部就说 逼迫他们要转型成为政党 如果你不做政党 你不能够继续作为一个政治团体 继续下去你就要解散 那他们想了半天说 好吧那就来成立政党吧 但是政党法更可怕 政党法要有政治先进专户 要向监察院承报财务 然后还要被监督被怎么样 所以最后他没有办法 终于蓝天行动联盟也要被解散了 这里面还有你看 中华统一策进会 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 新同盟会 全球孙中山同盟总会 我看来看台湾 中间有个台湾国籍宣誓促进会 感觉好像比较毒的 其他的很多都是 还有台湾加入联合国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些就是说 你只要不走政党 你就要被解散了 这个 那当然还有包括复联会啊 还有其他的也都一一被解散 这里面呢最有钱的是复联会 就是宋美宁办复联会 但他也只是一堆要被被掐死的 其中的一个而已 民进党最擅长的啊 就是会把一个错误的事情 夹在正确的事情里面一起办理 让很多老百姓就以为他就是正确的 对啊很多人都觉得 第一个哈 台湾这个有政党有政治团体 可以由社会团体 那因为以前政治团体也可以提名候选人 那后来各党各派是觉得 政治团体跟社会团体还是要做区隔 你如果真的要提名候选人 你就组织政党 因为才会提名啊 才会有补助啊等等 那这个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平常讲 所以有政治团体 这个项目大概就取消掉了 除非你转型成政党 那很多的政治团体 他们在转型成政党事实上有点的困难 第一个就是说 它根本就是空格子 没什么太多人 因为包括很多 其实很多政党也被注销 这次政党没注销 那为什么 因为规定政党至少你要开党员大会 开党员代表大会 这些假性政党 哪个党员代表大会都开不出来啊 都只有几个人 你那个发起人都找不到了 对 所以这个事情事实上是从马英九时代就开始推动 不是因为民进党执政 所以民进党执政就 刚好是法律实施的期限到了 你还没有转型 他就一起就把你清除掉 这是对的部分 然后不对的部分啊 当然也有几个半开玩笑 时代力量党差点被解散 为什么 因为他连续两年忘了开党员代表大会 所以 这个你不能坦白讲 法律写的很清楚 说你要开党员大会 你还要暴揍我开什么时候开 那现在互联会就比较麻烦一点 我不否认喔 互联会是互联会内部自己出了问题 当时他也来找我们国民党的很多的 单位跟立法委员来商量该怎么办 我们其实给他的建议 如果今天想起来 照这样做都没事了嘛 你当时给他的建议是什么 不是我啦 我们大家有个方案 包括当时我当政策会执行长 我们声援你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希望你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所握300多亿干什么 我问你 我不懂你握这300多亿干什么 你何妨把这300亿 一到各县市人口比例 大概留个一两亿就可以了 但没什么人嘛 300多亿 全部捐给各县市的小学 穷的小学 老人院 设立各县市的基金 让他们自己自己 福利传统去管 你今天就是什么 就是有钱的大爷 你走到哪里 就捧你捧到大哪里 这种是重有什么不对 这种不对 本来 就是复联会他成立的宗旨 就是你的宗旨嘛 慈善 你300多亿就一下子把它花光嘛 300多亿来救全台湾的所有的孤儿 对嘛 对不对 你就各地去设些东西 那你各地方 你可以找很多政治人为来主持啊 你不要说 譬如说台南你就找黄伟哲嘛 他敢不然赶快不赶嘛 对不对 就交给台湾市政府管啊 不一定要缴市政府啊 就是你一个公积金 你就找那个市政府市长来管 或者找地方的议长来管 都可以嘛 也没有人敢怎么样 对不对 那你慢慢去发给这些单位吧 一个县市 说了不起 不过分个10亿而已吧 对不对 那10亿 你是可以养个五六年吗 都花光了 我钱没有了 你民进党会打你主意吗 不会 民进党对没有钱的团体没兴趣 所以你有正当性 对 第二个 你这些 因为平常的妇联会 都是一些比较贵气的一些妇人 官夫人啊 贵气的夫人 在掌握 那你这个 要么你就转型成社会团体嘛 你不要那个不清不楚的身份嘛 要么你有家就转型成政党嘛 只是转型成社会团体意义比较大吧 那这两件事情你做了 帮你讲话的声音就比较大吧 对不对 我们就有办法来支持你 要是你现在啊 这个也不做 那个也不做 然后还跑去跟民进党私下去协调 协调一个什么 哎呀我留个三十几亿 那都捐给民进党的中央政府去 你是在做什么 你这样一欠下来 我们国民党有什么立场去支持你 也没有立场去反对你啊 当时就非常奇怪的 就是民进党开始发动 对妇联会的斗争以后 那原来的姑妈妈 就是姑政府的遗孀就被斗倒了 然后接任的人呢 就跟民进党 就跟民进党的内政部 就签了一个密约 密约就是说388亿呢 其中 哎民进党 给互联会三十几亿 你自己玩啦 但是呢 互联会的头头 你可以继续存在哦 但是互联会的头头哦 要我内政部 塞人进去 有没有 就是过半数 以后就是明文规定 内政部 塞人进去 因为复联会以前 毕竟台北有很多眷村也是复联会盖的 那它有它的时代的意义 可是看到民进党 斗争复联会的办法 跟复联会它的 它被分裂 民进党切进去 然后分裂 然后斗倒 今天眼看着复联会 再见 只能再见了 不然怎么办 民进党是可恶啊 那你是无能啊 对吧 因为坏蛋跟笨蛋 斗争一定是笨蛋输嘛 对啊 坏蛋赢一定 一定是坏蛋赢嘛 只是这样而已 你要当笨蛋 你就必须忍受 你就必须接受坏蛋 干掉你的情况嘛 那刚刚蔡文宜讲得很清楚嘛 就是想声援它的正当性 都声援得很薄肉嘛 这是很重要的 当时明明有两招给它啊 对啊 就在声援它的正当性 因为大家总是心存侥幸 看能不能过关嘛 能不能改朝换代 能不能什么 大家都在心存侥幸 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 政治上不要心存侥幸 倒是话拉回来 就是政党政治团体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有时候政委管太多啦 你可以告诉你说 政治团体不准提名 那就好了嘛 就是你可以做政党才可以提名 对啊 比如说这样就好 那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记得在解研的 因为解研这一个阶段 我们我是 我们是从头参与到尾的 对 那我当时我在内政委 我说非常的清楚 当时有关这个政党什么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观念 就是主党 主党是自由的 对 那么呢 这个政党的利益啊 政党的这个福利有没有 是靠实力 所以你有多少实力 才可以当党团 你的办公室什么 这个政党的实力 是 政党的利益啊 是靠实力 政党的待遇啊 是靠实力 政治党是自由的 你管人家组什么党 你 现在我们那个政党管太多 你要不要开党员代表大会 你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 政党的存在 不是在党员代表大会 不是在党员代表大会 不是在党员有多少嘛 在选票有多少嘛 常常有多人想说 我的政党有一万个 那票开出来呢 还有我不懂为什么 不能够有一个政治团体 叫做蓝天行动联盟 不是 这不是人民的自由 为什么我不能够成立一个政治团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我这个团体我没有要选举 我就是喜欢 不要管那么多 不管他要不要选举 就是说不要去管那么多 既然组党协会 结社是自由 你管他叫什么名字 我常常开玩笑讲 我跟我太太组两个党不行 我叫蓝人党 我太太叫女人党 世界就我们两个来统治的 那不是很好 我要组一个爱吃党可以吗 你管他 那你第二个 你人家的政党 比如说像时代力量 人家是有席次的 是有选票的 你管人家有没有开政党代表大会 他不行他就会垮嘛 不支持他他就没有选票嘛 我党人满天下选票零张 很抱歉啊 你还是分岁不到席次啊 这是一个很简单 处理事情要化缓为简嘛 那为什么要把他化缓为款 因为这样子才可以上下棋手嘛 政府的力量 才可以进去嘛 正确才可以进去嘛 真的我现在还是在重申一句话 因为这次新党也是为了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华人登记有没有 也就要搞得一塌糊涂 就不管怎么说 政府你要管政党 只管什么事情 管监管 就就像美国一样嘛 就是你监管怎么来怎么花 要很严格的管制 就你有没有违法 就是很严格的管制 因为政党要管 第二个你的待遇 你的待遇就是看你的 看你的席次嘛 你这个政党没有票 他所有的会都把你开得好 什么的 那么这个假人民团体一样啊 那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 平安先讲 化环为简 才是正道 化简为环 就是政治的黑手要乱搞 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始终不明白 宪法不是规定说 人民有思想言论的自由 然后人民有集会 结社的自由 集会大家都知道 我们可以自由集会 那结社就是说 如果我跟蔡委員 我跟盛峰兄 我们三个人 我们就是对某一种政治 我们有共同的理念 那我们就成立一个政治团体 那可以啊 但我们对选举没有兴趣 我们不选举不行吗 那为什么 他们规定说 就是你 你就是要去 你搞政治 你就一定要成立政党 不然你不能够有行动 什么 泛蓝联盟也不行 也要被解散 然后蓝地行动联盟也要解散 为什么 我觉得不是要再讲这么多 因为包含 我必须承认 这不是违宪吗 我包含也必须承认就是 就是朝委政党里面 很多委员 立法委员 也都没有脑筋想清楚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人民集会 这一次的自由 包含我们现在内政部 管人家人民团体 有没有 那也是莫名其妙 你管人家要怎么开 你管人家什么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你就好好管该管的 比如说 你有对外募监 那抱歉 所有的钱 从哪里来 怎么花 你应该好好的监管 你管你可以管的 你不要去管人家的组织 人家不要组 组代表大会 他又不是公司法 他又不是盈利单位 他又不是要讲 管该管的 他只要管钱就好了 不是 管该管的 他几个item管制就好 你看我们内政部 那一天到晚就管 你们的代表大会 合不合啊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莫名其妙 对 委员请教 我不懂 为什么不能够 组织一个政治团体 我们 我们研究政治思想 研究 那可以那可以 那是社会团体 那不是政治团体吗 不是 当时的定义政治团体 是你可以提名候选 对了 就是你可以参前拿 但是你不是用政党 是哪 那所以蓝天行动联盟 这些 他们只要转型成政 社会团体 你只追一个什么协会 那他都可以 就可以了 他就转型就可以了 就不会被解散 因为台湾有很多社会团体 是主张宣传这种政治思想的 但是只是你 有没有全力提名候选人 所以这样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 当然会卡到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台湾的法律规定 很有趣的 政党的党主席 可以连选连任下去 无限制 大概只有民进党 跟国民党的党章规定 那个党主席 每两任就一定要换人了 那是你内部自己规定的 对 内部自己规定 然后社会团体 他就规定整两任 整两任 他的负责人整两任 为什么政党还可以连选连任 一直搞下去 像宋主席就是啊 反正政党要更民主化 怎么可以有一个人 美国总统也是整个干一任嘛 对 然后大陆的国家主席 也有连拧的上限嘛 对 那连拧上限等于是任期限制嘛 你总是会老吧 对 现在问题来了 台湾的政党负责人 没有比照社团法人 所以你看有几个清兵党 台联党 新党前段时间也干了很久 对不对 没有依照这种新时代的规范 那有很多政治团体 那个负责人真的从来没有犯过 那如果变成社会团体的话 他可能会担心说 我顶多干八年 其实我要跟各位 干八年也可以的啦 一个人老是一辈子 干一个社会团体 这样也不好啦 但是这个到底应该管多少 这一条线让人很疑惑 比如说农田水利会 他其实台湾的农田水利会 是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 对台湾的农业的发展很重要 对水利发展很重要 这样一个组织 那在2018年就两年前 通过一个修正的组织通责以后 就确定 这个本来是民间组织 那很多是人民捐款成立的组织 那变成是公务机关 而且不再办理会长选举了 第二阶段是农田水利法 草案立法 处理农田水利会的资产 职员工作权利灌溉 总而言之 台湾的农田水利会 就从此变成是一个公务机关了 台北有一个刘公正 刘公正 刘公正很重要 他们很有钱 他们很多土地资产 记得是SOGO吧 还是谁 他就是刘公正的产权 国民党说 这个案子违反宪法保障人民的财产权 跟选举权 也违反市自518号 确认公法人地位的精神 也就是说 民进党仗着他在立法院过半 所以他就通过一个法 把很多民间组织 就变成是公务机关了 比如说复联会 比如说农田水利会 就变成是我公务机关了 农田水利会跟复联会性质不太一样 我先说 民进党这样搞 是因为他在立法院绝对多事 他完全执政 那他做的是什么事情 是做日本人以前曾经做过的事 他是依循这个黄民化 殖民化的系统在推动 把民间团体变成公有机构 我跟大家解释 当时清朝开始统治台湾的时候 大概是1683年 清朝统治台湾的时候 当时清朝政府 鼓励很多人站出来 因为如果扩大农田面积 就一定要扩大水利灌溉的面积 所以有很多的奖励措施 所以当时台北 就有一个叫郭席柳的郭先生 跑出来盖了一个 我们大家现在讲的柳公郡 比如有个林秀俊先生 就盖了板桥的大安镇 比如说当时有个县长 姓曹 对 他就在高雄啊 凤山啊 就搞了一个曹公镇 然后彰化 有一个施先生 他就搞了一个八宝镇 很多地方很多地方 包括宜兰 包括那个云林嘉义啊 很多私人的这种灌溉系统 那你讲私人也可以 你讲半公家也可以 因为当时的清朝是鼓励大家 给大家方便 给大家资金啊 给大家土地啊 那当然也有很多私人土地啊 所以才有很多的原住民的土地 拿出来当股东 所以就改成什么 就是割地换水 台湾的历史上 这我的土地 然后让这条灌溉流进过 但是呢我要用这个水 用这个水啊 然后我要参与管理 那因为这个都是用早期的 台湾社会里面 那种所谓的民间经营商户的手法 并不是公私制的 就是那种没有股份的 所谓的份额制 有点像那个合作社的那种概念啊 所以一条一条做了 到了1895年 日本开始殖民统治台湾岛 他为了掌控这些沟阵 尤其是在所谓的八田羽衣搞什么迦南 很多人现在对吹猛大八田羽衣 都吹猛错了 我跟大家解释 说八田羽衣盖了那个什么 迦南大阵 其实不是 迦南大阵本来就是台湾的 早期的开发者所盖的震锅 那他只是把它连接起来 他把它连接起来 那为什么要连接起来 因为当时日本发生严重的米荒 米荒 粮荒 日本发生粮荒 有七十几个城市大暴动 他们叫做米孔荒 然后当时的日本的首相 叫袁靖刚上任 就下令给台湾的总督 叫明石元二郎 要他想办法 扩大台湾的稻米生产 去支持日本的米荒 然后这明石元二郎 就找了八田羽衣来 你不是在那个关田里 有个小皮镇的计划 先把它扩大 就变成现在的乌山投水库 然后当时八田羽衣 弄弄弄弄也要 他计算错误 因为石门 那个乌山投水库 规模很小 水量没有办法供应 迦南地区的水量供应 可是他想办法 弄这个东西 从这些 这些政工每一个人 都有单独的 个人的股份嘛 因此日本政府就搞了一招 就说把它法人化 换就要说你们的股份 通通变成会员 所以所有的水钱都是会员来花 这个就台湾农田水利会的前身 然后日本人找谁来当这个 所有的这种勾正的头头呢 那个人叫姑宽敏 你听过吧 汉奸 那你说的啦 是不是 他开台北城门 对啊 迎接日本皇军进入台北 然后现在 他是不是汉奸 对 因为我从国际法上讲他不是 因为你那主权已经割掉了嘛 好 那我收回 现在的关键是说 当时为什么要把它法人化 就是日本中央要管 可是日本人当时为了要 跟这些地主啊 这些要开个人 有一个妥协 只是把他们的水利会的钱 把它法人化 还没有把它收回日本政府 但事实上已经用日本政府来掌控了 头头是日本政府 对已经掌控了 到了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 国民政府是觉得 要拉拢地方势力 所以法人化 就把它当做农会来经营 当然现在日本 民党政府也把农会 给变成官营了嘛 对 所以第二步就是水利会嘛 来掌控这个水利会 现在来了 掌控水利会 这样一来 水利会本来就是个地方组织人民财产 有点像这种大陆所谓 这是我们整个村的财产 不是国家的 不是全台湾人民的 就是我们一些农民共有的 现在不行啊 全部要变成什么 国家的啦 变成中央政府来管啊 因为民进党希望说 透过农会 农田水五孔不入 掌控他们原本 占有优势的农民选票 因为其中啦 很多那个什么人 他在挂着国民党的招牌 去选现世议员 那如果掌控了以后 你之前还挂国民党的招牌嘛 你慢慢就用五党籍的选 隔两天就换成什么 民进党 他的目的是在这里 对 他有这个政治作用 所以我们只能讲说 台湾往台独化走 民进党这样的操作了 是蔡英勇的策略 就是极毒以内缓毒以外 先掌控台湾所有的资源 然后怎么样 让你所有的政治势力 必投靠我听我的 包括所有的媒体也要听我的 第二个 我用派所有人到法务部 到调查局 到安全局 全部掌控这些情召机关 那打压你蓝领的政治动物 谁还敢反抗我 第一个收买的 该收买的 要镇压 镇压该更镇压的 那对外我抓这一副 我还没有要宣布独立啊 我是善意 对大陆善意的 那大陆就有一群笨蛋 看不清楚 缓毒以内 缓毒以外 极毒以内的策略 他讲 哎呀蔡英文 我们等待他填考卷啊 考卷还没填啊 大概到520讲什么 人家都已经准备好台独时候 该准备的事情而已啊 只剩下什么时候 大陆跟这个美国打仗 打输了以后 他准备宣布独立啊 他只在等这个啊 他宣布独立有差吗 即使挂着原来台独 没有错啊 他内部全部都换啦 对啊 教科书都改啦 从骨子里 已经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而且台湾人都已经 中国是敌国 中国是落后的 中国是武汉会员发生地 对 那我们台湾防卫多好啊 对 现在整个台湾的民意 舆论 民间 而且以前只有年轻人 只有台独 现在连很多大妈 很多底层的人 他们都被洗脑成功啊 没错啊 你有改国名有差吗 没有错啊 那大陆整天讲说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不是在自我麻醉吗 美国要台湾干嘛 台湾就乖乖 赶快去做干嘛 台湾是美国势力范围啦 台湾是美国的租界 大概大陆忘了嘛 上海很多的法租界啊 英租界 台湾就是美国的租界 而美国在台湾 比如说在台湾做的 情报的硬体设备 在台湾派驻的 很多的情报人员 利用台湾来对付大陆 这都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 农田水利会 是民进党在台湾一统天下 收买镇压 对媒体的镇压 我身力其境 我亲身领受非常清楚 对媒体的收买 对各个人等的收买 打击然后收编 这个会造成什么影响 讲了大半天 我只一件事情 国民党认为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保障人民的潜力 所以同时 也保障了国民党 在基层的一些基本的力道 那国民党能不能保得住吗 桃源的农田水利会的会务委员主席 陈毅胜说 我一向支持民进党 今天发现我错了 民进党变成一头怪兽了 不管他怎么说 大家保得住保不住 什么叫保得住保不住 大家有没有下定决签要保 今天只是嘴巴说说 谁付出的行动 我记得在陈水平的时代里面 就有一件事情 当时民进党就是准备把 农会的信用部有没有 把它给收归回来 因为农会到今天为止 它最大的本事之一 就是有这个信用部 是一个很大的资源 因为有金融嘛 对 那个时候 前台湾省的农会 是怎么串联 怎么组织 怎么形成多大的压力 所以今天大家讲一大堆 我看的是这些人都讲 有没有道理 都有道理 讲的对不对 都对 然后呢 下一步呢 为什么台湾现在对民进党 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 因为这是你的权利嘛 现在还在你的手上 现在还在你的手上 大家还在侥幸嘛 会不会会长是我嘛 改成公务机关 可是让我做头头 我还是还可以做一阶两阶嘛 不是 大家只要心存侥幸 当时的农会 大家都很清楚 信用部给拿走了 那这个农会就等于 等于没了一样嘛 所以所有的人沉亡死寒 还有谁也感受到了 农民也感受到了 农民去借钱 到农会很好处理啊 很好借 不是 因为它的底下品不一样嘛 我这堆底下 这个水果十月份才会收嘛 我这个成就十月 那个去跟银行讲讲得通啊 农田不能跟银行借钱 但是农田可以跟农会信用部借钱 而且他可以讲说 我三个月以后收的股子 来还你钱 这是因为银行讲不通的 而且讲什么 像我们从乡下出生的孩子 哪一个人没有拿过农会的贷款 去读过书的啊 还有农会奖学金 讲学金不是那个导扫 就是贷款去读过书的 没有几个人没有嘛 对 所以大家陈王此寒嘛 会顾不可嘛 民党就退回去 民党立法文要不要选票 要 你没有让他有压力嘛 大家只是在那边讲嘛 讲一大堆理由嘛 讲一大堆论述嘛 这个不是论述 这是你要是觉得 这是生命相关 陈王此寒 这是你的潜力 这是你的利益 这是人民的利益 保护他 动人起来 发动起来嘛 你的力量的展现给人家看嘛 为什么都没有力量 你不要问我吧 我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讲法 就因为当时是有成功过的经验嘛 对 是可以做 民进党这个政府是一个标准 秀杰很敏感的政府嘛 这秀杰说 哦 这怎么办 台湾最大的群众运动 就是上市的 农卫农民运动嘛 第一次几十万人上街头 从此以后大家 大家就是以那个做标准嘛 对 你展现在那边讲 要死我 如果这么恐怖 他就会收回去嘛 我想 给大家要保护这个权力的人做个参考 不是讲话 展现实力给大家看 出来的人小猫叫叫 小口跳跳 然后呢 这个呢 讲几话来 隐隐隐隐隐隐 斗斗散散 因为在想 不然 一人民出来抗争 一路人靠着来 不然就不然 都不然出来不行 还要再心存侥幸 有没有 那就完了 为什么台湾现在 就是最后一个问题 我感觉不到任何一丁点 要跟民进党正面迎战 迎战的一种力量或声音 要打媒体 媒体 好好听话 媒体就听话了 要收买媒体 媒体听话了 对政治人物听话了 国民党也很听话 大家都听话 现在的台湾社会 跟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不管对国民党 对民进党那种抗争 或者那种正面叫板的声音 完全不见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国民党还在ICU 还在插管 所以难免没办法讲话 康复还有一点时间 第一个 必须要面对客观的事实 这次大选国民党是内外的重伤 在这一次的疫情来讲的话 给民进党很多的 可以在做台面上台面下宣传的礼道 那国民党有关于农田水利会 有这几个委员出来讲话 其实我觉得难能可贵了 为什么 比如说孔文吉原著名立委 廖国东原著名立委 农田水利跟他没什么关系 谢一凤跟农田水利会老师有关 有关系 林文睿也是有关 还有张作文他也出来讲话 对对对 他说北部的水利会很有钱 因为他们土地多 南部的水利会 他是很绵密的农民组织 都没有错 所以民进党要钱 要土地 要农民 关键就是刚才盛文文副主席讲的 那为什么农田水利会的人马 没有办法出来跟民进党抗争 为什么以前农会可以 关键他讲对了 因为民进党在修改法律等等 那我考虑到说什么 你们的农田水利会长们 这些重要的总干事们 我修完法律 我跟你免费连任 一届到两届 难怪都没有声音了 当然 为什么 因为他们想说 我选农田水利会长 我要花多大力气去选 这下子我只要点点支持民进党 我就不用花费不用选举 自动再干一届 或两届 对 支持民进党好处好多 这种事情 我们那个笨马英九是干不出来的 我们那个清高的马英九干不出来 包括那个奸诈的金谱中 政府也干不出来的 盛丰副主席跟蔡委员 其实讲出了各中三妹 这个就是民进党 他可以在台湾一统天下 收买 我什么都敢给 对 我镇压 我什么都敢做 对 举个例子 这次疫情 很多行业受损 你有没有 对 你有没有看到这些什么 哪个行业像以前 跑出来什么观光旅游车 上街抗议 没有啊 如果是国民党执政 马上就拆了行政院 他们很厉害啊 一开始就把这些找来 这个李董 您都帮我们讲几句好话 你们业界的 我每一个人给一点好处 然后您啊 我们特别照顾一下 听懂了嘛 第二天户头里面 马上就有钱了 怎么会有声音呢 这些人又很有趣 他明明因为民进党政策错误 他游览车卖掉 赔了多少钱啊 等等等等 他都忘了他赔了一亿两亿 他现在能够收到一百万 他开心的不得了 哎 把民进党当做老佛爷拜 我为了民进党 因为跟大陆这样子 对 撤掉 我可能两百部游览车 我可能民宿 我全部毁了 我赔一亿 对 我本来每天在那骂民进党 我现在有一百万 对啊 我就赶快拜 对啊 因为你再骂下去 一百万都没有了 那你就乖乖地 喊民进党万岁 这一百万就有了 而且就会期待说 我一百万拿 我后面还有 对 我要支持啊 我乖一点不要讲话 所以民进党 利用的霍腾新平 统治台湾有名的什么 的战略 就他知道台湾人什么 爱钱爱面子爱做官 然后贪生怕死 所以民党都懂啊 就那个什么 那个傻傻的马英九 要给农民一点小钱 还跟人家计较 还被人家说 一天不到一个卤蛋 有过笨 有过笨 所以叫笨马 所以叫笨马 所以今天你看到台湾这个状况 国民党可能执政吗 可能回来执政吗 我几乎看不到希望 每四年的选举领导人选举 你都是多一百万 刚刚第一次拿到投票权的台独 觉醒青年 我几乎觉得国民党是没有机会 再重新执政 不论国民党再怎么样向台独 沉默也好 靠拢也好 所以看看 刚刚委员跟副主席他所分析 他们所看到 所讲出来的民进党怎么统治台湾 谢谢